唉唷!唉唷! 唉唷! 欸真的會電欸! 欸真的會電 有中國劇組要找你過去演戲 你會去嗎? 唉唷!個人你覺得我能去嗎? 嗨!歡迎大家來到明人測謊機 我是主持人鬼茶阿水 在過去有一部劇 被台灣人稱作為神劇 而裡面更被稱為 明星藝人的搖籃 而今天的來賓就是在那邊擔任 萬老師這個角色的演員 郭玉請讓大家一起來歡迎他 哈囉! 大家好!我是萬老師 你知道我現在走在路上還有人叫我萬老師 這個還是大家很常叫我的名字對不對? 對!因為我相信應該很少人就是 生平第一次演戲 然後就被貼了標籤一直貼到現在 可是那也是一個很經典的劇 對啦!就是因為他太經典了 真的太經典了 而且那個角色其實就是一個機車的老師 但他其實私底下的個性就是傻乎乎的 我相信應該有一些個人平常生活的寫照在裡頭 其實我本來就是老師 我個人就當過長笛老師 然後我現在就是秀真因素的這方面 算是小小的興趣跟專長吧 所以後來就是有出了書 然後也有教學生 那像因為你自己平常在最近很多發文 都受到很多網友們的喜愛 然後甚至連新聞媒體都會報導 對!很奇怪!為什麼 最近為什麼特別愛 然後後來我就大概去看了一下 喔!他只要跟我相關的我講過什麼東西 然後就前後對照別人的新聞 然後我就發現 真的嗎?怎麼那麼恐怖? 昨天又有一個我只是寫了短短的評論 然後大概就有上萬的讚 就是在他那個新聞平台這樣 我自己也覺得 我自己也覺得 怎麼會這樣 我真的希望就是爆章的媒體 等我在講一件事情的時候 比方說我最近講的這件事情 他就會特別講說我是在講什麼什麼藝人 沒有!我是講那樣子的人 但是他們都會下一個比較重的標題這樣子 麻煩各位終於原位好不好 好!那麼多喜歡你的網友們 有沒有什麼樣子的人的留言 讓你特別印象深刻 有時候我會碰到一些 一些很可愛的網友 他說老師你知道嗎 你那一集 然後他說 欸!你說的是哪一集 我都忘了吧 其實那天我看到就是一則留言 是我帶小朋友 然後就是拍小朋友的背影 就看到一則留言 他就說你好幸福 就好像在對我兒子講 因為你有一對非常好的父母 他們是為民主發聲 你會以他們為榮 我就會覺得很感動 但感冒的也有 感冒 所以其實還是會有人來亂中 其實有很多藝人都考慮到自己的工作 所以他們其實會特別避免去談論時事 談論政治這一塊 對 那你自己當初什麼音樂經驗下 開始評論時事呢 我記得剛開始大概是差不多十月多吧 那那時候 的確說實話 王國感很重 對 當時我相信其實很多人 其實王國感跟我一樣都很重 那我是覺得 台灣沒有 我們不能走回頭路 就是我們已經經歷過這麼長的一段民主的過程 然後是多少人用他們的血 用他們的累 用他們的命 換來今天台灣這麼自由跟民主 那時候我就覺得 應該要出來講一些話 那我常常就跟我先生在討論 我就說如果我們今天沒有小朋友 其實也許我可能就不表態了 但問題是今天因為有孩子 所以我覺得要為我們的下一代想 也就是因為這樣 我覺得應該要用我們的這樣子的一個 對主權 對台灣一片土地的一個關心認知 所以我願意選擇站出來 為什麼就是持續還是會關注一些時事 我覺得就是當我知道我的背後 或者是當我知道有這麼多人跟我站在一起的時候 其實我的力量就不只我一個人的力量 我就會覺得我被鼓勵了 所以其實我覺得就是講我們自己認為對的事情 現在後續中國又提出了說 他們希望在三天內有五個航班送回台灣 你自己怎麼看這整個世界 別鬧啊 因為在第一次的這個班機回來 其實我們也滿心期待就是 我們確定是在武漢的這些台商 是真的可以回家的這樣子 我相信其實每個人都希望 如果你是他們的家人在台灣 你也一定會希望說 名單上有我自己的親朋好友在上面 可是問題是 我們的資源也是有限的 沒錯 你不能無限制的塞人過來 你知道光是一個病患 大概就要花到四個人 對要照顧他 四個人次去照顧 那更不用講 平常你在急診的時候 那個前線的醫護人員 他們會有多麼的辛苦 所以其實不能無限制 我所謂的就是 你該上的就是上名單 可是你不該在上面的 你怎麼會也會出現在上面 感覺被擺了一道 其實守得這麼的好 你不能因為這樣 然後把我們的防疫的 這麼好的防護網破了個洞 然後就是所有的名單 其實都不是我們預期之內 這其實會是一件很恐怖的天使 甚至網友他的戲稱就是 生化武器 木馬圖城鏡 對就是大家會很擔心 其實前一陣子有一些擔心說 大家會不會因為 就是都在關注疫情 然後可能也忘記了 就是初五開工那天 我個人覺得啦 就放他自由 他也過得開心 說明他可以改革好國民黨 也許 對他把他的心思 還在改革正常當 不要再穩比例了 對我們比例這件事情的確讓很多人 我們不太出賣 產生了很多迷因啊 很可愛啦 首先第一個 你這輩子做過最糗的事情是什麼 最糗的事情喔 就是看到兩台車長得一樣 然後就上了一台車 然後就跟人家講 那個該去哪裡了 我以為是我老公 那大概就是坐錯車吧 被坐錯車的人嚇一跳 想說是整人節目 萬老師怎麼在我車上 那你自己本身是 貓派還是狗派呢 我其實是 一直以來都是狗派 但是最近 就前一陣子覺得貓很有趣 然後就 就一直覺得 這個貓 真的是一個全世界好奇妙的動物 很特別猜不透 都會有一些動作 其實我不管是貓派還是狗派 其實我 我個人都很喜歡動物 那你自己平常是怎麼樣子 保持自己的身材跟外貌 可以跟十年二十年前一模一樣 沒有耶沒有特別 我個人其實是不太保 如果認識我的人應該都知道 我的個性其實很像男生 我覺得就是心靜吧 就是心情 心情保持正面保持愉快 然後就是樂觀 然後什麼天不怕地不怕 反正就這樣子 那平常小朋友做錯事的時候 你會揍他嗎 我都用講的 對然後或者是大聲的講 一直念他 急進快要變成要 但是會 最後會守住理性的那條線 那老師我們先問你第一題 會不會懷念過去麻辣鮮屍的時光 會啊 對我們來講 那個就是一個大家庭 所以其實還是會很懷念大家相處的時候 好 我們來測驗一下 唉唷 真的會電 最近啊 有新聞媒體 就把你過去的美照 拿出來跟我們現在的第一名模 林志玲做相比 是 你個人有沒有感到一絲絲的快樂 我個人是覺得不要害我了 好不好 就不要害我 不要 志玲姐姐誰能跟他比 沒有人跟他比 好不好 那是網友真的太美顏了啦 喔通過 如果現在啊 有中國劇組 要找你過去演戲 你會去嗎 唉唷 個人你覺得我能去嗎 哈哈哈哈 他去的回不來啊 是不是 這也是一個陰謀 一切都是阿公的陰謀 好好好 對應該是不會去啦 我本來其實就 之前其實就有人找過 但是因為 小孩成長的階段就一次 所以其實我還是比較傾向在台灣陪兒子 那我們來看最後一題 過來過來 就我常說的齁 台灣真的很棒 台灣人也很棒 愛台灣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可以從 不扯後腿 不撕裂出去 然後就是 我們真的用心 愛這片土地 台灣加油 好 謝謝 謝謝 那今天很開心我們萬老師 來到我們的節目 那記得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要追蹤訂閱分享 也可以到我們萬老師的粉專 對對對 可以 還有我們這個手作的粉專 都可以 都可以去按讚來支持一下 沒問題 那記得喜歡我們影片的朋友 下次要記得鎖定收看 那我們今天的節目就到這邊 下次見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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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訂閱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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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